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汉战争正式爆发之前 每次作战刘邦都是失败的 但是刘邦并没有气馁 他任用贤人 也努力提高自身能力 到最后关键时刻 他终于把项羽打败 并建立了自己的大汉王朝 刘邦为何能成为天下之主呢 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刘邦能够任用韩信 萧和 张良董贤能之人 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邦 具有一个能够六亲不认的特殊能力 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抓 并用刘邦父亲的性命来威胁他 说是要把刘太公喷了吃肉 可是这对刘邦并不管用 刘邦和项羽说 毕竟兄弟异常 等把肉喷熟了记得让他也尝尝 刘邦的反应让项羽挺无奈的 最后他只好就此作罢 放了刘太公 还有一次在鹏城刘邦打了败仗 只好选择逃跑 因为马车负重太大跑得很慢 所以刘邦就把他的儿子和老婆推下了车 然后自己逃走了 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刘邦永远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对他来说 他的家人都只是自由 是随时都可以抛弃的人 刘邦的这种六亲不认的本领 是无人弄敌的 刘邦做事果断 除了自己本人的利益 其他事情他自己都不在乎 不受自身情感的影响 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刘邦很无情 但这一点确实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地方 刘邦靠着他打败了项羽 当上和天下之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刘邦静